希希啊 这个结婚用的婚纱 一辈子就一次 你可千万别护呢 一定要买个像样点的啊 知道了 快了 做什么呢 小总 你打算婚戒给我买多打点 那必须倾家荡产 我给你买最好的 真的 你讲好了 真的 老林呢 说婚戒婚纱婚纱照 的规格呢 能看出你的诚意有多少 那我就给你看看我们的成绩 那你先比起来 不许睁眼啊 诚意 诚意 你看 这么快就上交工资卡了 这不是工资卡 这叫老婆本 在国外的时候呢 我就想 如果我们以后在一起 那我一定要给你最好的 所以呢 我的每一笔奖学金 赚的每一份工资 存在这个卡里 所以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给你最好的 可是要是用这个钱 都去买了婚戒的话 那到时候婚礼 还有蜜月 要怎么办呢 我付吗 不是 看来小总的诚意 也就这么点嘛 你相信我 就算砸锅卖铁 我也会给你最好的婚礼 把锅砸了 怎么做饭啊 点外卖呗 到底去哪儿啊 戴上卡 把你最喜欢的那个商场 给他买下来 吹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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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爹想过了 还是别让乙生买太贵的金 怕创业呢 也不容易 下次啊 老爹带你去买这些珠宝 就当是给你的嫁妆 你看老林 这女婿还没进门呢 就开始偏心 有这样的老丈人 是我的福气 小总 小鱼种系统出现了Bug 你打个电话 嗯 喂 小总 三点零冰导宇这一块儿出问题了 明天肖国局领导来考察的话 我们怎么应付 来 陈歇 我今天可能不能陪你去 挑婚结了 我得回到公司 嗯 就顺迹了 不然我没陪你 小一诚 你刚刚 没关了呀 放心吧 我什么都没听到 知道 还没睡啊 怎么 有心事 林奶奶 如果两个相爱的人 在工作上 都有各自的立场 但是他们 发生了利益冲突 其中一个人 知道了另外一个人 公司的漏洞 于公 他是应该 上报给公司的 这样 他们公司的迎面 就会更大一些 但是于思 这样做太不道德 那 知道事情的这个人 应该怎么做选择呢 林夕 这个世界的输赢 从来都不在世界的本身 如果 你赢了一件事情 但是你的内心是痛苦的 那你从本质上就是输了 不要让德式兴成为你的枷锁 其实战斗都是为了非战 所以遵从你自己的心愿吧 都没记住 快去去 不走了 好 于奶奶晚安 晚安 爸个有办法修复吗 董主任约了三天以后来 祝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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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怎么样 没我还是不行吧 你找我什么事啊 有的时候吧 常任自己没那么坚强 不是一件丢脸的事 你也不想要 程鸣这个事 我不想再说了 带你去个地方吧 去哪儿都没用 是姨奶奶要找你 走吧